清水河大桥在八个月前刚刚建成通车 如今已是贵州风景最秀丽的悬索桥之一 它横跨1400米的地质段内带 从桥面到谷底的高差更超过400米 正因如此 它也成为职业极限运动者新的挑战目标 贵州省面积略小于英国 但人口只有3500万 在这里修建公路最大的障碍就是U型峡谷 贵州大型桥梁主要跨在U型峡谷 U型峡谷深度三四百米 坡度比较陡 我们不能可能建立三四百米的桥顶从底下上起来 所以我们桥位一般找得比较高 就一跨就跨过去 与世隔绝的自然景观吸引着全球的探险者 但在十年前 探险者们只能在险峻简陋的公路上行走 跨越峡谷意味着必须从谷顶盘旋而下 穿过谷底的小桥 再沿着盘旋公路爬升到另一岸的谷顶 你看我们一眼看到对面 从这边看到我住的地方 当然你要把行李送过去 开小车就要四个小时 从开仰绕到半岸再绕回来 极端困难的高原地形 使得贵州迟迟不能享有 像东部沿海那样快捷高效的交通 为什么到现在才监测 主要是当时的一个技术难度 技术水平达不到 如今中国桥梁技术的快速进步 让西部的高速公路得以发展 它将尝试让贵州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张树鹏这一条将让清水河和贵州 再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